济公历史上真实存在,原济时留下一首禅诗,二十四字点醒无数人,济公,这个名字一提起来,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疯癫的和尚,爱喝酒,爱调皮,仿佛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人,但你知道吗?历史上的济公可不是单纯的传奇角色,他是真实存在过的高僧,在他原济的时候,留下一首仅仅二十四个字的禅诗,却打开了无数人的心扉, 究竟这首诗里藏着什么智慧,让那么多人从中受益,这短短的字句,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?欢迎收看剧台时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在南宋时期的浙江泰州,有一个名叫李修元的孩子诞生了,他的父亲李茂春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,家中良田百亩,家财万贯,李家祖上更是显赫一时,他的曾祖父李尊旭, 曾是宋太宗的驸马,然而李茂春膝下五子多年,直到四十多岁,才得到这个宝贝儿子,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,被寄予了厚望,李茂春希望他能够延续家族的荣耀,成为一个出色低势大夫,李修元从小舅与众不同,当其他孩子嬉戏玩耍时,他却喜欢翻阅佛经,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李修元常常缠着父亲给他讲解佛经中 晦涩难懂的内容,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悟性和求知欲,这种特殊的兴趣爱好,让李茂春既惊喜又担忧,然而命运多传,李修元刚成年不久,父母相继离世,家产被贪婪的亲戚瓜分殆尽,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,李修元并未沉溺于悲伤或愤怒中,相反,他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道路,出家为僧, 这个决定震惊了所有认识他的人,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一个出身显贵的年轻人选择出家,无疑是放弃了大好前程,李修元先是来到国庆寺,拜法空一本为师,随后他又辗转多处,最终在杭州灵隐四拜佛海禅师慧远为师,获得法号道计,就这样,一个富家公子摇身一变,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和尚,这段经历让道计深刻体会到 人生无常,世事难料,也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,出入寺院的道计,表现得与其他僧人无异,他严格遵守清规戒律,每天打坐念经,勤勉修行,慧远禅师对这个聪慧的弟子十分赏识,常常在众人面前称赞的道计的刻苦用功和过人悟性,很快就让他在灵隐四中脱颖而出,成为备受瞩目的年轻僧人,他对佛法的理解之深, 常常让年长的僧人们也自叹不住,然而随着时间推移,道计的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怪异,他不再按时打坐,念经也变得心不在焉,更令人惊讶的是,他开始公然违反戒律,饮酒食肉,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佛门中无疑是大逆不道的。 道计的举动让人费解,有人猜测他是否遭遇了什么打击,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修行走火入魔了,道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寺院内其他僧人的不满,他们纷纷向慧远禅师告状,要求将道计逐出寺院,面对众人的指责,慧远禅师却只说了一句话, 佛门广大,岂不容易颠僧,这句话不仅化解了当时的矛盾,也为道计的疯癫行为提供了庇护,慧远禅师的这种包容和智慧,展现了他对佛法本质的深刻理解,也为道计的非常规修行方式提供了空间。 慧远禅师的包容,让道计得意在灵隐寺继续修行,然而他的行为却越发出格,他开始在街头巷尾游荡,衣衫蓝履,形如乞丐,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几颠僧,意思是疯疯癫癫的寄功和尚,这种行为让很多人不解,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还是一个僧人,也正是这种看似疯癫的行为,让道计得意深入民间,亲身体验普通百姓的苦难, 表面上看,道计似乎已经堕落,成为了一个不务正业的酒肉和尚,但事实却恰恰相反,他内心的慈悲之心从未改变,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用来救济贫苦大众,甚至学习医术,四处为人治病,道计的这种行为体现了佛教中普度众生的核心思想,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慈悲,道计的医术高明,常常能够要到病除, 无论贫富贵贱贱,只要有人求医,他都会尽心尽力的救治,有趣的是,那些达官贵人即便出高价,想请他看病,他也常常推辞,他认为,与其花时间去给一个富人看病,不如多救治几个穷人, 这种独特的行医态度,反映了道计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刻认识,他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弥合贫富差距,正是这种无私的行为,让道计在民间收获了大量的爱戴和尊敬,人们亲切的称他为寄功活佛,这个称号比他的法号道计更加响亮, 在普通百姓眼中,道计不再是一个疯癫的和尚,而是一位真正的菩萨,能够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慰藉,道计的形象成为了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道计的行为却引起了更多僧人的不满,他们认为,道计的所作所为犹如佛门清欲,但每当有人提议将道计逐出寺院时,会员禅师总是一句话就平息了众怒,佛门广大,岂不容易吃僧, 会员禅师的态度,体现了他对佛法本质的深刻理解,他看到了道计行为背后的慈悲本质,而不是被表面的非常规所迷惑,公元1201年,道计的庇护者会员禅师圆寂了,失去了靠山的道计,不得不离开林隐寺,转头静慈寺,可是好景不长,仅仅三年后,静慈寺遭遇了一场大火,寺院被烧毁,方丈德辉也不幸罹难,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,不仅给静慈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,也给道计的修行生涯带来了严峻的考验,面对这场灾难,道计一反常态,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,他带领僧众四处化缘,筹集重建寺院所需的木材和资金, 在他的努力下,静慈寺最终得以重建,道计的这种行为,展现了他对佛法的深刻理解和实践,在佛教中,忍辱是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,而道计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无私, 正是这种精神的完美体现,这一事件展现了道计的另一面,他并非真的疯疯癫癫,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,承担责任,这或许就是他一直以来的修行目的, 在看似疯狂的外表下,保持一颗清醒而慈悲的心,道计的行为,让人们看到了佛法的真谛不在于形式,而在于内心的修为和对他人的关怀,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菩萨的,道计在静慈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, 1209年,他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在元祭前,他写下了一首被后人称为慈世颂的诗,六十年来狼藉, 东壁打到西壁,如今收拾归来,依旧水连天壁,这首短短的二十四字诗句, 道尽了道计一生的感悟,六十年的人生,从显赫的家世到颠沛流离, 从严谨的修行到疯癫的表象,他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, 然而,当他回首往事时,发现一切都如水天相接般清澈, 这首诗不仅是道计个人生命历程的总结,也是他对人生本质的深刻洞察, 这首诗展现了道计对生命的深刻理解,他认为,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外在的成就,而在于内心的成名,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,只要保持本心的纯净, 就能看到生命最本质的美好, 道计的这种领悟超越了世俗的成败得失,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, 他的慈世诵,成为了后世修行者的重要参考, 深深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, 济公的一生,从富家公子到疯癫和尚, 再到被受爱戴的活佛,展现了一个修行者的非凡旅行, 他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佛法,用看似疯癫的行为, 践行慈悲,济公的故事告诉我们, 真正的智慧和慈悲往往超越世俗眼光, 他的慈世诵,道出了人生的本质, 无论经历多少祈福, 保持本心纯净,才能看清生命的真谛, 尽管会及众生功德无量, 但是济公如此离经叛道的行径, 自然会遭到同一寺院中其他僧人的不满与度恨, 曾经就有僧人向方丈状告道计违反佛门清规戒律, 企图将道计和尚逐出山门, 最终在道计的师父慧远方丈的力保之下, 济公佛门弟子的身份才得以保全, 到了高僧慧远元纪之后, 济公又转至敬慈寺拜祝持得徽禅师为师, 并且升作为书记, 负责文汉事务, 在迦太四年时敬慈寺惨遭大火损毁, 得徽禅师以元纪于火中, 身为书记的济公便带领剩余僧仁人重建敬慈寺, 济公还亲自化缘筹备木材, 各类影视作品中韵木古景的情节便是取材于此真实传说, 到了完成敬慈寺重建过程之后, 济公也已经不再年轻, 自知时日无多的济公便开始操劳为偌大的敬慈寺招募主持之事, 其间虽频繁有僧人住持, 但都为时不长, 后来济公又撰文, 至少林长老叔, 言辞恳切的为敬慈寺招募礼事住持,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, 济公寻得少林妙宗至行出任该次第29代住持, 至此济公功德圆满, 不久之后便在自己的60岁时圆寂了, 济公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, 他本是南宋的一名德道高僧, 俗名为李修元, 早年生于富裕的信佛之家, 家中世代为官且代代乐善好师, 李修元长大后秉承家族信佛和行善之家风, 对信佛修道之事颇感兴趣, 到了父母双亲去世后正式顿入佛门, 一生行善积德, 花甲之年功德圆满得以圆寂, 临终前已比60年来狼藉, 东壁达到西壁, 如今收拾归来, 依旧水连天壁, 倒进自己的一生, 成为后世瞻仰崇敬的楷模。